一个姑娘的房间里里脑满目 她不舍得扔掉哪怕最无用的一件宝贝 当她开始思考问题并做出决策时 这种充实感却实实在在地害了她 就像我们的书房摆满了 不会翻上一页的书籍一样 比如居住在旧房子里的人很少更换家具 去那些老旧的小区参观 进到住户家里 你一定也会得出这个结论 当你谈起更换家具的议题时 他们大多数都会表达出抗拒的态度 也有人会以用了很多年 不舍得扔掉这样的解释来搪塞你 可一旦换了新房子 大部分人都会买入全套的新家具 把原来的旧家具统统扔掉 包括牙具毛巾等小用品 过不了多久 房子的主人大多会后悔 那么当时思考这个问题时 发生了什么 原因就是 人们生活中的经验 以及脑海中所填充信息的影响太大了 它们形成了一层透明的薄膜 把人阻隔在了正确路径的另一侧 这层薄膜很难穿透 大多数人无法打破这道障碍 从中迅速抽离 并批西境 人们习惯了在解答和分析一件事情时 先从记忆库中调取过去的经验知识 这是一种固定的思考机制 也是浅思考的具体表现形式 就像电脑程序 每次需要处理问题时 这个程序就会发生作用 调用大脑内的信息 就是人们思考时最省时省力的一条路径 但它形成了一层薄膜 许多问题并不是无法解答 而是答案就在眼前 你却躲在障碍的后面 如果懂得抽离 事情就变得好办多了 作为房子的主人 不论住在哪一栋房子里 对家具的价值都应该是单独衡量的 而不是把家具的价值与房子 人们的经验混为一谈 导致认为家具在旧房子里是宝贝 在新房子里变成了垃圾 大脑无条件的接受信息 会使人犯错 无关信息越积越多 障碍就越来越厚 思维的路径就变得拥挤起来 大脑没有红灯 更没有交通警察 没有办法自主判断哪些信息是违章的 哪些有优先通行权 我们也无法更换大脑 只能抽离信息 打破障碍 对大脑进行定期清涩 洛杉矶有一位传奇的法官 他因审判过一桩离婚案件 而成了受人关注的知名人物 当时有一对夫妻走诉讼程序离婚 他们有一个孩子 这对夫妻都想独占房子 分得更多财产 并且都想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于是 他们各自请了律师 互不相让 双方都没有过错 且都不同意和解 承在法庭上的证据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漏洞 因此成了一桩十分棘手的案子 最后 这位法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决 房子和其他财产一律归孩子所有 寄入孩子的名下 双方离婚后轮流照顾小孩 在这个故事中 法官采取了抽离式的方式 剔除了人们传统的思路 忽视孩子 围绕当事人的判决习惯 而将财产归属的目标 从当事人的身上移开 把当事人从案件中抽离出来 将孩子作为重点 把财产判给孩子 这对夫妻就都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此 抽离就是学会清空大脑内的思维垃圾 磨掉旧的思路 跳出常规的思维习惯 建立一条全新的路径 这将意味着 人们要对大脑进行一次彻底的断舍离 遵守放空 打破和回归 这三个基本的步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破和归